欢迎来到食物链这个单元 在这个单元我们将学习到 生物之间可以借由食物链将生产者所产生的养分 流转到不同阶层的生物之中 在单元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看 植物体产生能量之后要如何供给给其他生物体所使用呢 想到了吗 答案是透过捕食的方式来去获取能量 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可以构成一个食物链 那接着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何谓食物链吧 食物链的建立 首先食物链是依据被摄食者与摄食者的关系单一方向连接起来的 在箭头的这个方向是摄食者 箭头的另外一个方向是被摄食者 像是蚕跟螳螂还有黄雀的概念 黄雀就是去吃螳螂 螳螂就是去吃蚕的 接着下一张也是鸟跟乍蒙以及草的关系是这样 鸟去吃乍蒙 乍蒙再去吃草 所以后者是被摄食者 前者是摄食者 就像这张图一样 这只鸟想要去吃那只虫 那它的箭头应该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鸟在箭头这一侧 虫在箭头的另外一侧 食物链的为直线无分支 你要想它是直链状的 所以它是一条直线并且没有分支的 当多个食物链组合而成 就可以组合成一个食物网 接着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食物网吧 多个食物链可以构成一个食物网 食物链之间可能有重复的物种 那么多个食物链可以构成食物网 就像这张图 草、乍蒙、兔子 原本应该是一条食物链 草、山羊跟猎豹也原本是一条食物链 那这边因为兔子跟猎豹又有捕食关系 所以这两条食物链就可以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食物网 当环境中的生物种类越多的话 重复性就可能越高 食物网就可能会越来越复杂 食物网中的生物与环境中的非生物 会组成一个生态系 接着是生态系的组成 在自然环境中 生物和其环境中的因子可以构成生态系 那这些生态系包含了生物因子 以及非生物因子 什么是生物因子 什么是非生物因子呢 生物因子就是包含了所有的生物 像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 非生物因子包含栖息的环境 像是石头或者泥土等 影响生物生长分布的因素 像是阳光的多寡 水分的多寡 氧气量的多寡等 生物因子加上非生物因子 才能组成一个生态系哦 接着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能量金字塔 能量金字塔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 最底层是生产者 上层全部都是消费者 越上层的消费者 急速越高 那生产者是能量金字塔里面 能量最多的 当消费者设施生产者时 约有10%的能量 可以转移到下一个阶层 90%的能量会散失 后面也都一样 次级消费者去使用初级消费者时 只会获得10%的能量 90%的能量会是散失掉的 那最高级消费者 使用次级消费者 也是一样的意思哦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较高阶的消费者 藉由低阶消费者 可以间接获取生产者的能量 是间接的 并不是直接获得生产者的能量哦 接着我们在单元结束之前 先来想想看 能量金字塔中 能量会随着生物的阶层越高而越少 但是毒素不一样 毒素因为无法被消化 会随着生物阶层的越高而累积越多 这个我们称为生物放大作用 那我们来想想看 下列选项中的生物何者含有最大量的毒素呢 想到了吗 答案就是人类 因为人类是属于杂食性动物 且他也在消费者的较高阶的位置 所以人类有可能累积了最多的毒素哦 那么我们就下课咯 co etASils